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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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天都在觀察所有的事情 我自己身上的每一個肌肉 我都在觀察它 我現在呢 對於筋骨的保養 非常的熟悉 什麼情境之下我要去屈屈避凶 我自己要非常的了解 那可信度就會相當的高 對我大概會 希望病人都帶有一些邏輯的觀念 就是說基本上 你懂得你的疾病來往去脈之後 你才會進入到你會去觀察 這個事情 在治療上我都希望 病人能夠不要去開刀就不要去開刀 對治本 代表你沒什麼病 就是做保養 預防下一次的生病 西醫去幫他開刀 叫治標 然後我們呢去幫他去做補 叫治本 病人決定自己的成敗 就是說你到底認不認知自己 可能是長時間的習慣造成的 你有認知到的話 你差了機會不再當病人這個角色 你怎麼去保養 後續的保養 怎麼去避免去再次的 對疾病的傷害 這些都是非常大的關鍵 有些穴位確實會讓你 得到很大的舒緩 當下針的時候會很痠 過了幾秒鐘 開始會出現擴散 你會有點藍癢癢的 一小段時間之後就會變成精神很好 晚上會很好睡覺 我覺得很多事情 不要再從網路上攝取知識 是有相當的危險 你可能要透過一些統計學去推敲 看是不是有這樣的事情存在 或是說你多搜尋一下 得到好的結果 我才會比較開心 給自己一個機會 或是給我一個機會幫你服務 希望讓病人說 他有什麼東西我可以幫得了他 其實這是我最大的目的 如果經過多年 你還在尋尋秘密 為自己的病痛所苦的話 請給自己一個機會 讓我來為你服務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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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